那么今天我要盲品20来款国产葡萄酒 还有两个搭档给我一起盲品 第一个搭档呢 是我的老弟友 开张张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 最熟悉中国葡萄酒的中国人 但是在中国呢 也有很熟悉中国族的外国人 所以我第二个搭档是小猫 俄国西班牙送过鸡的 葡萄酒讲师达明丁的小猫猫 中国在中国有多少个搭档呢 有超过100 你是100国家有装的 所以那个100国家就装 100国家就装呢 100来家就装了 就差不多了 399多 哈哈哈哈 很多重别了 我们把所有的酒瓶都给盲起来的 但是我们还另外把所有的酒瓶倒进杯子里面 因为我们不想摸到瓶子 怕受这个瓶子的大小 形状和重要的一些影响 这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不行 我说最好的那一款是18号,然后呢16号 你呢? 16-17号 你呢? 我也是18号 16号 你最喜欢哪一款? 16号 16号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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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号 你觉得7号 会不会是同一个组装出产? 16号 其实是比较比较准 16号 以上是不同的 мод貌 18号 18号 19号 18号 19号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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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16哈的那个口感呢 是那个它的结构特别的强劲 而且很有层次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下猪的这种感觉 这个香味也是比较突出 但是它是比较比较优雅一点的 对吧 很有十年前历的一款酒 我觉得相对来说呢 18哈对我来说呢 它会比16哈更加精致一点 更优雅 更加有引气更加高 很精准的一款酒特别喜欢 I think the 16 I agree there with him in my opinion this also part probably of the alcohol this slightly sweet like this round feeling in mouth makes it for me actually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yeah 你能给多少汤 how many points did you get on the 16 I had 93 yeah good and on the 18 makes it for me ok wow ok 16号 16号 18号的话 9分 ok 16号92 然后18号 92 93 对 93 我觉得那个92 93分 我们是在中国好像比较少 很少给这不高的分数 16号 最16号呢 how many points 90 91 91分 93 93 92分 对吧 我们看看 诶嘿 1元的马斯兰 1元的马斯兰 15年 我都一直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稳定的表现 我特别开心 还教育成功 那果然这个1元的15年的马斯兰是稳稳的对吗 对啊 水亭 很高 哇 太开心了 18号呢 你给了90分对吧 你给了94 我给了93对吧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款酒 也是1元的 天啊 我说 新酒装 同一个酒装的 深蓝 深蓝的 2017年的 Deep Blue Deep Blue Grease Vineyard again It's the same vineyard It's the same winery 我觉得那个 1元目前的那个 平时还是很稳定的 这个让我们对于人的这个水平刮梦相看啊 对啊 对啊 next wine 我觉得那个 17 嗯 我们就17号来出来吧 好不好 因为17号就是大家比较喜欢了 我给了 89分 17 应该多少分 7啊 我给的大概也是89 89 好 How many do you give to the 17 92 92分 很高的方法也是 这个我觉得蛮多的一些香料的味道 有一点点这个青色的一些比较味道 是并没有 不太能 那不影响 对 反而是带来一层 啊 复材性会 一点轻双感 就尽管蛮高 对吧 但你也是相当的高 非常的强劲 但是结合的还没错 对 它不会很长 就是这款酒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款酒 又是一元的一元的一元的一七年的赤霞猪 Again Great vineyard OK 所以我认为我们喜欢这个赤霞猪 对吧 我觉得我们都喜欢他们家的酒了 这个毫无疑问的比较合我们的口味了 我觉得很值得突出 是这两款酒 其实呢那个 无论是他的这个吃霞猪 就是那个一元的珍藏级别的 还有这个马斯兰都是在那个国内的预产特别得高 对 就是相对来说啊 就一百九十九号下 好像是 我十五号也蛮喜欢的 十五号 对十五号也不错 我觉得会比较稍微彩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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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八十九分 对 八十七到八八 还有就是你十二号呢 十二号 十二号我也喜欢 对 十二号也给你一样的八十九分 十二号也蛮够的 对 所以十五和十二是吗 十五和十二 你喜欢吗 你得到九点 哇 也是挺高的 我都说八十九点 你是八十十五号吗 对十五号 八十七到八十八 八十八 所以我们说 差不多八十八到九十分之间的 我觉得这颜色很深的 非常浓缩的香气 很多的那个乌梅 紫罗兰 有一点点的很优雅的 香草和一些黑梅的香气 然后罐上面的 有一点点那个胡椒的味道 有点黑胡椒的香气 口感中当到 饱满酒体 很有结构 非常浓缩的一个 一个口感 回味还蛮长的 其实就犯酒 然后我现在有一定的 这个持验潜力 深圳的 我现在有点年轻 我现在那个 2022年到 2028年之间 可能会是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中间两个 都非常软 是一样的 这一切呢 对很轻的 非常坏的 坏的 坏的坏的坏 很坏的坏的坏 它还很坏的坏 坏的坏的坏 坏的坏 这一切呢 而且中間很坏的坏 推荐 质的坏 也很之一 坏的坏 就是泥滑还是干花嫩的一种 所以它 而且很不错的 这是什么酒呢 笼带 很有意思 我挺高兴这笼带出来了 因为我在酒庄有评过了 然后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有讨论过 我觉得对于笼带的首个年份 那我觉得很不错 对吧 因为想到就是山东水族 其实我们之前走往山东前去的时候 觉得大多数的这种表现并不是很强的 那你有想到这个马克思组会这么棒吗 这个也让我们感觉到山东的产力还是有潜力的 对 嗯 as i said i think maybe what i tried until now 山东 was always from the rightness and also from the world which is very good i never got anything that was really right i never got anything that was balanced it was always all green or hard or the color was simply not existing and this is now very amazing because it has a lot of balance it has very nice aroma it has a very good color so they it was worth to wait obviously so long to publish the first vintage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一下那个12号 12号就也是88 89分 12 88 89 points 88 you're 88 嗯 我是88 89分 对我也是88 89分 对所以我们都差不多 啊 很多的干腔料对吧 很多的甜腔料 那个肉豆蔻和那个丁香的香气 very fine-grained tannins a rose 那个丁丁的质干特别的精致特别的细 啊 有一定的这个饱满度回外比较长 有那个很浓郁的这个火香 很浓缩 但是很好的一个清窗感 我觉得这盘酒的香气上面是 啊 愉悦度最高的 我觉得它这个 各种 美丽水果这个皮 对它好像很合适的一些香料 嗯 烟熏的味道 而且它 我觉得差到好处了 在这种感觉 Again Great Vineyard 哈哈哈 天呐 我们今天呢应该祝 四款一元的酒 四款一元的酒呢 排他的前五名了 厉害厉害 这是他们的希腊 他们的2017年的希腊 and you said No.8 right 嗯 ok 4 and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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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有些 泡泡糖的 对 我也写泡泡糖 bubble gum 我们也知道的 bubble gum i brought how to say in english fres tragada no is that 那个那个 糖 那个那个 草莓糖的 那种香气的吧 对 这个 非常新鲜 这个 它是很好的 花的草莓 了吗 的 也是很好的 它是一类的 有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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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材料 有点 有些 有类的 我可以做一些这种富士的 它是口味 written a little bit bitter 我还是87分 我也不能跟他一起看 你呢? 我可以买86分 我可以买86分 第九分第76分 你来给这个? 我认为内许 19分 哇 ok 我对这个 i like this one ok let's see what it is 红胡子 红胡子 是你想吓的 因为我们讲讲这个就换 这是一个朋友 他自己做的 How much alcohol is this? This is alcohol is Oh it's okay 7.6 Yeah so maybe Can have some visual sugar 因为他自己的胡子 是有点发红的 突然就写一下 好嘛 你先试一下 哈哈哈 Ok 红胡子 这个 然后呢 我要批一批那个4号 我还蛮喜欢这个酒的香气 很优雅 有很多的花香 很多的红色水果 有点点这个白胡椒的香气 这个花是一种牡丹花 这种感觉 木兰花或者玫瑰花的味道 但只要他有一点点的香蕉味 是吗 它是有点的 它是有点的 有点的 有点的 有点的肌肉 这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只是 这只是 香蕉味 的味道 我觉得 我仍然考虑 这个酒 是有点的 有点的 有点的 比较精美一点 比较 它不做作 它不张眼 它不像前面那酒 颜色都比较深的 比较深沉的 这一块酒 是比较奔方 比较花香为主的 我蛮喜欢这一块酒 哦 这个呢 是一个羊瓶 是那个 叫什么 嗯 叫什么乳 啊 什么水乳大利 是吗 水乳大利 所以这个是 出来是云南 对吧 云南的高海发的 非常 凉爽的一个产区 釀祖师呢 庄主 是一个 律师人 叫做 衣服律 然后 这位酿酒师呢 他以前在 校林酿酒 然后 递出来 做他这一款酒 我觉得 今天的大赢家呢 毫无疑问呢 就是一元酒庄的 整体表现 都是 非常非常的优秀 然后所有的酒款呢 都是明显的是 在我们 今年的品鉴会当中呢 领先的 然后我最 失望的一些酒款呢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说的是 今天是 章玉的酒 而且章玉是两款 这个比较有名的 酒庄的 爱飞堡和这个 莫塞尔十五式 所以那个 而且它们的价格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 甜蜜飞堡 哦 相对那个一元的 这个珍藏系列的话 价格好像要很多的 所以 我觉得 还是有 来提高 对 还有就是今天这个 龙袋 龙袋也是价格很高 但是我觉得 这边点线还是很不错 对 对对对 没有想说 其实之前我来游乐银行锅 我也很担心 因为外面对它的评价 是保护很厉害的 今天谈到我觉得 还不错 高于我新的预期吧 我判断了 是很紧的 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因为我只是买了一段时间,一些年纪,在香港 但我没有很远的记忆,我只有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买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买了一段时间 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 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 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 我认为我们都试着很多事情 我认为,很远很远,因为有些人比较名的 更远,有些人比较多的原因 对,我认为,很远 好,好